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做酒酿 夏天是做酒酿的好季节 因为做酒酿需要温度高 在夏天你要做它 只要有糯米、酒药再加上水 就可以时拿时文把它做出来了 那好多人在做酒酿的时候 那个糯米都是要用蒸的 我还嫌烦 所以就试着直接煮也行 但是水一定要放好 尽量放精准一点 还有就是一下子不要煮太多 因为如果你煮太多 那个糯米饭中间啊 可能就会黏着 做出来的酒酿就没有那么漂亮 不会一粒一粒成形 我们今天用两杯的糯米 家里好久没用糖米兰了 所以我就用这个 然后给它冲洗一下 沥干了水 放进锅里 再放入两杯水 这样就比较精准了 给它泡个十几二十分钟 然后跟平时煮饭一样的煮 接下来我们就弄酒药 酒药的用量好 你就按照说明上的指示 上下差一点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用的是苏州的酒取 阿拉与酒液 里面有两大块 它说可以做八到十斤的米 那我刚才用了两杯的米嘛 一杯米应该是在半斤 那两杯米就是一斤 那我们就取它整包的八分之一这样 取出来放进塑料袋里 塑料纸上或者纸上 只要厚一点都行 敲碎它 然后给它碾碎 倒进碗里 放200cc上下的水 给它化开 待用 放好一跳上来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 给它打松 让它凉到温温的 再放酒药 烫的时候不能放哈 它烫了就要不能烫色 想要快一点凉 就用电扇吹 一会儿就凉下来了 待到它差不多跟我们体温接近了 就可以把酒药倒进去了 留个两三勺 等会我们撒在上面 然后要拌匀它 拌匀后 最好把它装入有盖子的容器里 容器好 一定要弄到非常干净 全部盛好后 你用勺子给它按按平 再用手指给它中间挖个洞 你要装文雅的话 就用筷子这样挖个洞 最后把刚才剩下的酒药水 均匀的撒上 每个洞洞里都浇一点 这样 酒酿的整个制作工程就完了 夏天做酒酿好 你一点都不用担心它的温度 不需要用什么东西去盖啊 捂啊什么的 按照这个步骤和比率 就是零失败 室温48小时左右一定沉 但是千万不能放到空条件好 那如果你居住的地区 夏天室内也难得有30度 都是像这样20多度的 那你就要想办法给它加温 太阳底下给它晒几个小时 它立马就发酵了 那个水也出来了 还变得甜的不得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终止它发酵了 放它进冰箱 接下来你就可以一口一口大块多一了 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请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